大家好,我是老五 很多人都喜欢吃牛奶 但是有一些人觉得焖牛奶比较复杂一点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焖牛奶的方法 焖出来的牛奶酱效味十足,非常的好吃 太大块了,把它切小一点 先搓一下水 加点白酒下去,去一下腥 把牛奶切成小块 我们先来把酱料搅好备用 加上两勺的猪猴酱 一勺花生酱 一块蓝乳 再加一点蓝乳水 搅拌均匀 加入姜蒜炒香 里面加一点蓝乳水 放在里面加一盏 倒入奶 下两盏白酒 加热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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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两盏白酒 加热乳水 加热乳酥 加热乳酥 放入热乳水 加上去 加水 水要没过牛奶 盖上盖子先把它煮开 现在就把香料整一好 香料有八角 桂皮 香烟 橙皮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辣椒 不喜欢吃辣可以放 现在已经煮开了 我们把它转到上锅了 把水也打下去 我们先把香料打下去 加点冰糖 我们先用大萝卜煮开 发滚后 再用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把萝卜砌皮切好 把萝卜砌皮切好 牛奶的香味已经彻底释放出来了 让萝卜吸收下这个酵集的香味 盖上盖子 再小火淋泡个小时 萝卜砌就焖好了 起锅了 起锅了 香味焖的牛奶就做好了 喜欢的就在家里试试吧 好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